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I成了这些系统的重大更新部分 iOS 11没有预想中的大跃进 重点升级了移动支付和AR 不过遗憾的是将不再支持iPhone 5、iPhone 5C和iPad 4 硬件方面 苹果升级了iPad Pro和iMac产品线 iPad Pro向生产力工具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新增的iMac Pro产品线使用智强处理器 顶级硬件配置 绝对的苹果设备性能之王啊 而作为压轴出厂的智能音箱HomePod却相当尴尬 与同类产品相同的定位和功能 高昂的售价与延后的发售时间 都让它在竞品面前没有什么竞争力 最后小欧只想说 MacOS新版叫Hi Sierra是什么鬼 昨天 一家CEO刘作虎在微博晒出了一张桌面截屏 展示了一家五的系统风格 图中显示 该机搭载Android 7.1 并支持VOLTE通话 一家五最近频繁曝光 看来离发布不远了 今天有媒体爆料 乐视北美早已名存实亡 办公楼空置 办公设备已被键卖 眼看它起高楼 眼看它宴宾客 眼看它楼塌了 这也许就是乐视现在最好的写照吧 网铺今年四月 锤子科技与京东签下合作协议 未来三年 锤子科技发布的新品 将在京东独家首发 618 双11 锤子将推出京东独家定制版 甚至传说锤子手机天猫店 因此出现了手机下架的现象 不过锤子科技马上辟谣称 下架手机纯属受庆所致 将会捕获继续销售 不管真相是什么 小屋知道这次锤子 真的成了炙手可热的香波波 今天的科技新闻就是这些 大家是喜欢我 懒猫 还是小陈 给我们留言 也可以扫码打赏个两三毛钱 大家的支持 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极简又拉风 明天见咯